新加坡咖啡品牌Fresh Coffee 在去年11月進駐香港市場 在短短三個月之內 就已經開了8間分店 Fresh Coffee 在其他國家 一直都是以外賣形式運作 來到香港就大搞新意思 在銅鑼灣開了第一間有堂食的分店 雖然地方小小 但打卡位都幾多 適合一向以鏡頭行鮮的香港人 不過是甚麼令Fresh Coffee 決定打破慣例設有堂食的呢? 我們都是以客人的角度悠閒去想 那我們也希望客人當然會有這個需求 說是希望有一個空間是可以跟我們互動的 然後更何況 尤其像在銅鑼灣這種區域嘛 也有很多的都是做Retail Shopping為主 那他們可能週末的時候啊 消費完之後可能會希望可以坐下來 有一些地方可以休息 所以我們都是以客人的角度去了解和發覺說 看說這裡的客人群會需要甚麼 然後我們也會去依照去看看說 我們要怎樣調整我的店的營運模式 而Fresh Coffee 就希望在香港一年之內開夠50間分店 看回他們這三個月的業務版圖 全部都是主供 人流旺 租金高的商業區 香港人口密集又非常的濃度 我們當然是想要越開越多 所以讓客人有這個便捷性 想要喝Fresh Coffee的人 都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找到一間店 可以透過我們的App 現在去到店之前去買單 然後到店就直接拿了就走了 店舖不用帶 加上以外賣為主 同時令到Fresh Coffee可以更加有效地控制人手 我們其實整個生產線也是做得非常容易 假如說我們可以透過App或Technology 去幫我們的Operations變得更容易 可以讓我們人省掉這個力氣 去做甚麼比較manual的盤算 公司在19年成立 他們就利用科技和咖啡的結合 令他們在東南亞市場火速發展 上年更加完成A輪融資2000萬美金 那究竟他們是怎樣靠一個App去搶生意的呢 那其實我們的公司一直以來 從開始創始到現在 因為我們知道說餐飲已經是一個非常 沒有很adopt所謂technology的一個industry 那更何況說咖啡店 從我們的創始人就覺得說 知道可以透過這個機會跟客人互動 然後也可以透過這個機會 來去幫忙我們的生產線啊 supply啊 還有我們的Operation變得更容易 但是一個App 究竟怎樣可以幫公司調整策略呢 然後我們的App也是可以透過 要消費的頻率啊 看看說一個客人啊 可能有沒有一直在點這個飲料 或是有一個飲料可能 點了一次就沒有人在點了 就可以讓我們也可以了解 視線的了解說這個產品 是不是有一些品質上的問題需要去調整 然後我們可以比較proactive的去改正 他們會定期研發不同的產品 推出季節限定和地區限定的飲品 不過有人會說科技會令到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拉遠 但是Fresh Coffee 就因為科技和客人拉近了關係 以及堅持用心做咖啡 我們其實在香港有一個人幫忙就是專門去幫忙回應說客人的一些 feedback 我跟我的團隊每一周會做一個 customer feedback 的 review 我非常肯定 尤其是從我們選烘焙的豆 到我們的品項的設計 到這個 ingredient 的 recipe 到怎麼出貨 到整個 experience 我們都是非常嚴格的需求 我們的豆是選擇的是非常淺紅 是一個 100% Arabica 的豆 是高品質 是 Specialty Coffee 的豆 我們的 Head Barista 其實在那裡在做 Training 藍永發先生 他是在香港的 Coffee and Good Spirits 的 Champion 然後是在全世界排第二名 我們的產品 原本的這個材料就已經是非常好的 到我們這個整個 menu 的設計 你看有這種很獨特的 flavor 就給客人是一個非常 special 的 product experience 其實會不會擔心有其他公司爭相模仿 我們Focus好做好自己要做好的 第一就是永遠都是可以服務到 我們客人的所有的需求 第二就是永遠都是要 make sure 說我們的 Quality 還有 Standard 都是在我們該有的這個 Service Level 上面 然後第三不斷地一直研發 透過了解客人的需求是什麼 研發不一樣的程式 我不管別人在做什麼 我們絕對會繼續的成長 有無故的 提供給我們 提供你的顏色